在巨型黑膠唱片上 签下大名 台北市长柯文哲 出席台北国际音响大展开幕典礼 他致辞时肯定主办单位用心规划 成功让展览走向国际 让更多人看见台湾的软实力 本来是一个台北的音响展 已经变成国际的音响展 所以是把这个上海 北京 新加坡你知道 我们马来西亚都拉进来你知道 所以已经不是一个台北音响展 变成一个国际的音响展 由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 主办的国际音响展 堂堂迈入第40届 今年特别在原山大饭店 包下超过百间展房 展出包括Hi-Fi音响 AV影音 蓝牙耳机及数位串流配件等 要让音乐爱好者 能在展览期间一包耳服 这次我们展览总共有 100多家的摄影厂商 超过120间的展房 那结合了全球各大音响 知名品牌 包括配件线材 还有正常的黑胶唱片 CD唱片 40周年台北国际音响技艺术大展 各大厂商响应年终回馈活动 纷纷释出最优惠价格 欢迎民众从即日起到12月22号 踊跃前往参观选购 享受精彩的年度音响盛宴 记者邮箱厅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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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